说起张国荣 想必大家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张国荣是一位多妻艺人 早年简直红透了半边天 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影坛和乐坛上的成就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称为张学友Pause 人格魅力很强 在当年香港电影业的辉煌时期 张国荣占据了辉煌的位置 虽然主演的电影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饰演的每一个角度却非常的经典 里面的角色也是深入人心的 1991年凭借着阿非正传 夺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影帝 不仅如此 在歌唱方面张国荣也是屡获大奖 1997年 凭借MRIKAN拍获得亚洲歌唱大赛香港区亚军 由此正式踏入流行乐坛 后来更是演唱了大量快智人口的作品 如《沉默世金》 《妾女幽魂》 《莫妮卡》 《风继续吹》等歌曲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得不说 他的歌唱记忆超群 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名过其实 还是被人捧得过高 而是真真正正的实至名归天王巨星 听张国荣的歌会不由爱上他的声线和他的情感细腻 看他的电影会爱上他的认真和容颜 所以了解他时会发现他真的是一只得崇拜的偶像 他的魅力真的强到让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张国荣除了在明星的专业技能上非常的强之外 而且张国荣还是一位得意双心的明星 在当年娱乐圈打拼的日子里面 张国荣帮助了不少的明星艺人 同时人品也是相当的不错 他特别的喜欢提携后辈 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的明星都特别的敬仰他 只可惜他在2003年的愚人节和大家开了一个大玩笑 用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让所有爱他的人痛不欲生 只能通过他以往留下的经典照片怀念张国荣 真的是一生风华绝带 走后让人至今无法忘怀 当年张国荣是因为抑郁症离开了我们 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拍摄一度空间时太过投入 自己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经过抑郁症的折磨后 他选择纵身一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实在生活中张国荣也像一个大哥哥一样保护着周围的亲人朋友 这其中就有张伯之 张伯之和张国荣是在1999年 因电影左右亲缘而结缘 那时候张伯之还是新人 而张国荣很喜欢提携新人 教会了张伯之很多事 张国荣也把张伯之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在片场指导她演戏 更是在有一次张伯之出了车祸后 第一时间去医院看她 还把自己的护身符送给她 谁知在两年后 张国荣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张伯之而言 这一天他尤其痛苦陷入自责 如果哥哥当时没把护身符给她 也许张国荣不会离开了 不得不说 张国荣的去世对张伯之是精神上的打击 久久缓不过来 很多人对她越了解便越深爱 即便二十多年前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她的精神品格 影像作品 真的影响了一个又一个社会中人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粉丹 朝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